烹饪 瞎像的秘密 現在我們在曼谷這邊 然後我先來找地圖 我們要到柯比 柯比 對 我先去看它 柯比這邊有什麼東西 好冰乖喔 選擇 選擇 因為我們要選擇 非常好地圖 或許你不曾聽過柯比這個地名 但是對於背包客來說 柯比絕對是體驗 道地泰國風情的最佳選擇 這邊過關有沒有 正常大家都要脫眼鏡 剛起來小姐不用紅 好帥喔 超帥喔 超帥的 超帥的 喂 你好 告訴你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要去前往柯比 完整的蝦漿 我們的蝦漿非常非常特寶 因為那是只有 泰國的南部才有的蝦漿 做不斷是蝦漿 我知道 然後在上市的時間當中 我就真的滿不敢吃蝦漿 所以這次的挑戰就是 到底章竟然 他能不能克服 不敢吃蝦漿這個東西 夢中 夢中 這一趟除了尋找特質蝦漿之外 還得滿足景然這挑剔的味蕾 而接下來呢 我們從曼谷機場轉機 大約是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抵達目的地克比囉 而這裡也是泰國南部的 三大浮城之一 我們來到克比 第一個地方我就先帶你來 Check in Check in 對啊 下飛機不是要Check in嗎 這是睡覺的事情 為什麼 5點 6點你就睡覺 你命很好耶 好吧 一開始一定是現在來幹嘛 找蝦漿 你好有使命感喔 開玩笑 這是任務 如果找到會馬上走了 沒有 所以太快了吧 第一個是找蝦漿 再來是找蝦漿的過程當中 我先帶你來市場 這個市場叫馬哈拉市場 所以他一定會買東西吃 對 吃完之後才有精神 沒錯 這就是一蝦漿 而且這是一個一箭雙膠的好飯 這個就是一魚兩吃 一蝦漿漿也不錯 這是一圓覆食 好了 我覺得我們的成語快用完了 所以我們先去找蝦漿吧 走 來到泰國 一定得嘗嘗當地人所吃的東西 而在馬哈拉市場裡面 你會發現到處都是 回教穿著的婦女喔 因為泰國有70%的回教徒 都集中在南部地區 而我好奇的是 穆斯林的平民小吃 這到底滋味怎麼樣 可不可 可 可喔 我要這個 真的不亂講 不是我這個 也要可可大 我感覺它的數字 就是便宜的數字 因為不是15就是20 我要你去冰飯堂 三分堂 你把這裡當堂 你把這裡當堂 剛剛好方便喔 15 and not too sweet a little sweet OK How much 我給我 15 我跟妳講 我們兩個點一杯 為什麼 因為要跟妳一起共用吸管 先聽我講 這個市場那麼大 我們不要一下子 就把我們的肚子給填飽 這樣子 我們少吃滋味多 可以吃好波加 可是我喝奶茶不會飽 因為待會兒還要吃東西啊 對不對 當然不會飽啦 哪有人喝到去太飽 我覺得我很煩 但是我們慢慢來嘛 你告訴我你好煩 對不對 怎麼 怎麼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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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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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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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個奶味啊 微微的 然後茶味很甘甜 最主要是因為 最主要還有一點 因為這邊天氣其實滿熱的 喝下去有清涼的感覺 對 好喝喔 對不對 它有煉乳的味道 一點點 它那個甜味是來自於煉乳 對… 好香喔 很好喝耶 很有層次感的奶茶 喝完了道地的泰式奶茶 我還想嘗一下穆斯林的料理喔 但觀察之後發現 除了是不吃豬肉以外 基本上飲食習慣 跟泰國當地還是一樣的喔 再來我們看看 我們來吃點主食好了好不好 好啊 可以搭配 好不好會有蝦醬喔 我看到有點自助餐的感覺 哪裡 這邊 也是很便宜喔 這個看起來好漂亮 這個看起來好漂亮 多少錢 多少錢 40元 40元 買一個吃看好不好 好吧 好香喔 好吃耶…好香喔 這是豬肉塊 然後還有滷過 所以變得香 然後那個米飯炒米 咬下去的時候很有咬勁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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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好吃耶對不對 如何發現井然好吃 來 觀察它 1 揍眉頭 揍 2 眼睛燈很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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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用蝦醬做的啦 有 老闆娘說 這個 真的嗎 吃不出來耶 很好吃耶 不是吃蝦醬的耶 對不對 對啊 我真的吃不出來耶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怎麼讓我迷惑了 OK… 可是 在泰國的蝦醬 有這麼多種運用的方法 而且味道都不一樣耶 第一次看過蝦醬飯飯 而且它顛覆了我的邏輯 我以為蝦醬只會有一種味道 但其實不是有很多種 真的 蝦醬好豐富 這蝦醬太豐富了 我要好好來尋找它 只要四十泰豬 沒錯 四十泰豬 就可以享受到豐盛的配料 真的是可以說CP值超高的合餐 再加上自然入味的蝦醬炒飯 似乎讓討厭蝦醬的張錦南同學 也開始改電影印象囉 好香 炭烤的味道 真的是炭烤耶 好吃… 他當然要說好吃啊 這要是炭烤的 OK 好可愛喔 好香種子喔 我要這個沒看過 打開來是什麼 看不出來耶 直接吃了 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耶 我只吃得出來米 上面的我不知道 它不是蛋 什麼 甜甜的 甜甜的 全都甜甜的 有一點種蒸蛋的感覺耶 對 而且是那個斑蘭醬 它不是蛋啊 斑蘭醬的感覺 這感覺是個甜甜的 好像那個什麼粿 對 所以這上面這是什麼做的 它是雞蛋啊 雞蛋做的 它真的是吃雞蛋 真的是蒸蛋的感覺對不對 對 好貼齒喔 一直說它不是蛋 它真的不是蛋 它就是蛋 它只有蒸蛋的Q啊 糯米 糯米本身是甜的 然後呢 上面再放有像蒸蛋的感覺 但是比較... 比較扎實一點 還要聞 它包得好妙喔 我這個紅紅的是什麼 肉嗎 不知道 你吃吃 它絕對不是肉 跟你賭 一百塊 好 它絕對不是肉 來 萬一它是肉怎麼辦 就輸一百啊 對喔 我吃不出來啊 你覺得它是肉嗎 有一點小小... 小小酸酸 小小酸酸甜甜 酸酸鹹的 酸酸鹹甜甜 然後這樣芋頭的感覺 芋頭的口感 可是這是什麼 芭蕉 芭蕉 我說這個耶 這個... 這是芭蕉 對不對 粉紅的芭蕉 一百塊 妳的重點怎麼會是一百塊 妳的重點怎麼會是一百塊 妳的重點怎麼會是芭蕉在裡面 妳的腦袋裡面都是錢啊 哪有 我還在吃你一百塊 我們在玩遊戲耶 我玩遊戲 可是... 它是芭蕉耶 好獨特的感覺喔 這個芭蕉它有點鹹鹹的感覺 糯米包芭蕉 我第一次吃到這好好玩喔 糯米包芭蕉 酷畢 重到一個新聞葉 一百塊 粉紅芭蕉包在糯米粽裡面 這個是我在台灣 沒有看過的食物耶 還有啊 其他攤外上面各式各樣 色彩繽紛的好料 更是讓我們目不暇擠 它的口水直流喔 好多喔 糯米好多喔 Gift 吃個 好像禮物喔 一包一包的 對啊 我們覺得我們泰國很好玩 送禮字用兩箱一 就是吃東西的時候會有一小袋 對 而且Gift裡面還有小Gift 大包裝小包 大包裝小包 這是什麼 是什麼 豆腐 OK 我們去吃吃看 好啊 他幫我們現裝是不是 這個 黃金 這個 沙子 對 奶奶給我們好多喔 你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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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豐富喔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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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三四百 三四百 OK 香香甜甜 噴噴噴噴 噴噴噴噴噴 不然叫噴噴噴 噴噴 轉一轉 繞一繞 沒了 奶奶 奶奶說還要再多加點醬 奶奶 好熱心喔 多多多 多多 好 好 奶奶說這樣子好呢 我們就這樣吃 好香喔 好 很好吃喔 奶奶的手沒有放下過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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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自拍 真的 我們以為是辣的 其實不是 它是酸甜的醬汁 然後麵線吃起來就變得很新爽 還在笑 很舒適的感覺 你試試 來個豆腐 怎麼不配在一起 可以 好厲害喔 你有沒有覺得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泰式涼麵 對 這樣拌完之後 就是泰式涼麵的感覺 但是是酸甜版的 不是酸辣的喔 非常的好吃耶 然後再一次這個酥脆的蝦子 然後還有黃瓜清爽 整個感覺很棒 口感也成色很多 而且剛剛加那麼多醬不會很鹹 完全不會覺得很甜膩對不對 也不鹹 不會覺得很Heavy 很棒 我看這讚又比那日 對 讚又比那日 給它一個讚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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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攤位上所賣的產品 不然是好吃喔 而且高興耶 我發現泰國市場的消費 真的很划算 不管是吃的還是喝的 都不會超過五十塊喔 真的是小肚子 很適合小自一族來這裡大快走移 除了尋找蝦醬以及美食之外 來到客庭 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出海賞美景 很難看 是 很難的 或許 很難的 很難的 看來這快庭破浪的震撼 真的 很難的 真的 不要動 不要動 看來這快艇破浪的震撼 會是錦南難以忘懷的刺激體驗 不過為了見識到堪稱奇蹟的 海上一線天美景 錦南 你就忍耐一下嘛 從克比港口出發 往西南方向行駛 就是被稱為割喉列島的海域囉 在 在雲端 有名的 這個地方啊 就是有名的魚線田 為什麼 因為只有在現在這個瞬間 兩邊的海水退潮之後 我們才在那邊回覆的時候 對面的時候 這個嗎 對啊 是不是很棒 是蘑菱 好好 別想演蘑菱還蠟場 這邊真的很漂亮啊 就是這樣的感覺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還有任務 沙漿嘛 要找沙漿 對啊 這次很重要耶 好不好 你要做菜 對啊 我要做菜 我要去尋找我的蝦漿 找出菜 在兩個島嶼之間 退潮的時候才會出現的道路 這種奇景啊 不同神話般奇妙 雖然玩很重要 可是我沒有忘記喔 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在身上啊 那我相信這接下來的行程 一定可以找到 南部口味的想像 玩玩的歌喉倒 現在呢我找到一家有 泰國南部風味的餐廳 風味的餐廳 家鄉味 家鄉味 泰國南部 你看喔 南部北部 其實料理方式就有不同 比如說 就是南部的粽子 對 南北部的粽子嘛 就有不同了對不對 還有 像烏肉飯也是 對 一個是肉塊 一個是肉碎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要來吃 泰國南部風味的餐廳 媽媽的味道 媽媽的味道 到底是什麼樣子 而且最主要是它要用蝦醬來入菜 蝦醬 那又是蝦醬 這次我們最重要 是要找這個蝦醬來入菜 你看喔 你想想看 好像還OK喔 那如果我做出來的料理 讓你能夠克服它 不是一件更完美的事情 對你來說好像是一個 不錯的挑戰 對不對 這真是我的課題 而且這邊的餐廳 你看多棒 穿過了竹笠巴 我們來到了這間 古藝盎然的風味餐廳 據我的小道消息指出 這間餐廳的烹調口味 相當傳統喔 正是泰國南部人 記憶中的家鄉喔 我們面前 就是泰國南部的家常菜啦 請來 你現在在 難道妳就是那個傳說中含著 鐵湯匙的女孩 金湯匙 妳看不出來是金的嗎 也是啦 所以妳是從小就含著金湯匙出生的 沒錯 我從小就這樣了 那伯母生妳的時候滿辛苦的 沒有 我是出了才含的 OK 好 車遠了 車遠了 我首先我們先吃這個 第一道啦好不好 這個喔 對 這是玻璃蝦炒半天筍 玻璃心跟半天筍 半天筍 先吃筍 脆脆的 有一點點甜甜的 可是都是蝦味 這筍的口感不太一樣耶 不太是我印象中那種竹筍的感覺 對 它吃起來很不像竹筍 我覺得我還是請專業的人 為我們問一下 為我們解答一下好了 寶寶姐好 這半天筍是什麼筍 這個是 這是椰子樹 它的樹芯 樹芯 它不是椰子樹 把它削掉外面的那一層 它裡面的那一個芯 最嫩的地方 它是椰子樹的芯 它是椰子樹 反正它就是不是筍子 它就是樹啦 它是樹的那個芯啦 中間最嫩的地方 好啦 吃一下 對 最嫩的那個地方 好尷尬喔 很大的蝦米喔 如何 很多汁 很脆 滿入味的喔 這個蝦米真的 好吃耶 很蝦米的味道 很香 越嚼越香 在吃零食一樣 對 它其實應該是 蝦子的品種最小的玻璃蝦 它不算是蝦米品種 所以它這個是很貴的 而且不是每一個成分都會有 所以其實鹽 它就不是蝦米 但是它是很小的蝦子 是… 再來寶寶姐 這個是什麼菜啊 這個是帕娘 帕娘 它只有在泰國南方才會有的 究竟接近赤道的這個地方 才會有的 只有我們這邊才有 這看起來很像九層塔 但是它不是菜類喔 它是樹 樹 對 它是樹 它是樹的葉子 麻糬 麻糬 對 有一個 芝麻品的味道 你自己聞 可能我的鼻子有問題啊 我沒聞到 真的 如何 很像餅乾的味道 很像餅乾 我不好板駁你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是耶 對啊 你說是什麼 我覺得它咬的時候 是有青菜的口感 可是 可是它那個 它的菜味並不明顯耶 它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 我覺得很好吃 是 它本身無色無味 無色無味 是 沒有 淡黃餅的感覺 淡黃餅 有這個餅嗎 沒有耶 好 應該吧 有老婆餅耶 對… 老婆餅 老婆餅 老婆餅的菜味 老婆餅跟淡黃餅很重要 抱歉 再來這個是 辣椒咖哩 太好了 就是要吃辣 一般來講會加辣椒粉 辣椒粉本身它的成分來講的話 有的時候會對身體會造成 比較不好的作用 對 但是呢 它這一道呢 是辣椒咖哩 它是用生辣椒 大量的生辣椒 太好了 我最喜歡的生辣椒 太好了 這是生辣椒 這是雞肉對不對 如果我沒看錯 它應該是粗肉 是嗎 你不壞了 你不壞了 辣 好吃 辣 這是 很辣很… 不辣 騙人 這五分鐘就辣了 你還說不辣 你眼睛已經背叛你心了 禮物送給大家 你看我買什麼 我買了這個